一云坐在木华寻到的一块大石头上 休息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 但是脸色仍是有病态的苍白 他说要赶路 众人自是不好再说什么 因为一云的一句话 直接是把他们给堵死了 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休息上 之前没告诉你们是怕你们担心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旦超过这一个月 我们没有找到可以医治我家公子的人 及时施旧的话 且公子他自己没醒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用再费力了 听了他的话 众人还能说什么呢 由木华掺掺一云一星人继续前进 陆海天看了看一云 无奈地摇摇头跟了上去 一云本不想撒谎 但谎话还是说出了口 其实真正的实现是半个月 就是15天 可是他为了减轻众人的心理负担 违心的说是一个月 但能有什么办法呢 越是心急就越是吃不到热豆腐 而且只要他自己不说 谁能有那个本事 看出来他的大线还有多少天呢 因此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他的谎言被戳破 善意的谎言呐 善良的人呐 将所有的担子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 不怕苦不怕累 哪怕连一丝的不情愿都没有 这就是一云 一行人就这么静静地走着 没人说一句话 哪怕是一丝轻微的声音都没有 气氛是压抑得难受 莫名的心里是愤愤地咒骂着 半天都没人吭声 让一向多言的他实在是太过委屈 正当他准备大喝一声打破宁静的气氛时 木华突然动了动耳朵说道 有人来了 你男一女 几人的耳力在宫里的帮衬下 自是不在木华之下 因此也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但是他们的脚步依然未停 他们几个若是连起手来 在修界横着走 也不用担心有人找他们的麻烦 因为他们的实力 实在是太过害人了一些 为此 义云事先交代过 让众人收敛自己的气势 掩盖自己的修为 低调行事 但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要低调 容忍别人的挑衅 众人相识一眼 各自一笑 那沉重的气氛 正是一扫而空 或许是因为兴奋的缘故 一云的脸上浮起两抹红韵 末世兄弟 则是好久没见到过人了 心里痒痒的 那一身黑衣打扮的陆海天 依旧是一脸的高深莫测 一脸的云淡风轻 仿佛是早已超然无外 不在红尘 由此可见他的境界 至少要比末世兄弟 高了那么一点点 不要小看的一点点 或许那相差的一点点 在下一刻便称为直尺天涯 有的人修为够了 但是境界太差 重是迈不过那道坎 穷极一生在那门外徘徊 最后化为一把黄土 化作那些花草树木 成长的肥料 貌似有句话叫做 化作春泥更护花的 以此来形容 虽然有些偏激 但也不太过分 近了 已是可以清晰地听到 那一重一轻 一薄一厚的脚步声 期间 还有那断断续续的 交谈声和欢笑 那银铃般的笑声 让人听了头脑为之一轻 心头仿佛是羽毛略过般 痒痒得很 不自禁生出了 一堵其容的念头 这情形 有些诡异啊 众人再次把目光 移向一云 一云 碾须一笑 但无奈 他的胡子太短了 只得很猥琐地 搓了搓下巴 是 反常态 必为妖 瞧他的神情 是似是笃定了般 而事实 与他所说的 也是确实一般无二 来的正是两只妖怪 而且 不是平常的妖怪 那是竖妖 众人 仍是神色不变 沿着自己脚下的路 一步步地向前走着 突兀的 一旁的林子中 走出两个人 众人看后 瞪是惊为天人 只见的男的是浓眉大眼 唇厚脸庞 鼻弱玄胆 唇如刀削 本来朴实乌华的一张脸上 看上去 却有一种 别样的魅力 那尾岸的身躯仿佛是轻松一般挺拔 后时的胸膛绝对是女儿们最安全的港湾 再看的女子 一袭搏纱照体 半透明的纱衣隔着 一袭可见的胸前的玲珑 骨厚的肥硕 还有那细弱垂柳的小蛮腰 那裸露的手臂简直是可以说是雪白色的 称其为兵姬玉骨 并不为过 再加上那如铺般的疾腰的长发 印着朝阳发际抹上淡淡的余灰 简直是画中的仙子 仔细看去 那疾腰的长发 却是绿的 柳叶绿 不带丝毫的杂色 如果再加上一对尖尖的耳朵 说其是森林中的精灵毫不夸张 而那男的此时 众人才注意到 那英俊的男子头发是红色的 山孔 如同绽放的火焰 如此的距离 对方自是发现了木华一行人 却诡异地朝他们微微行礼 微笑着旁若无人的走开 让众人惊讶的是张开了嘴巴 木华眼中一光一现 画脱口而出 红杉绿柳 一云听闻此言 有些惊讶地上上下下 打亮了木华一番 你能看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吗 等等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你见过别人出病吗 在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能看到一些 不寻常的东西 还有在荒郊野外 夜深露宿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在那时候 听见诡异的哭叫声 看见一些白色的影子 在你的周围飞来飞去 他们有和你说这些吗 你能听懂他们的意思吗 一云仿佛是戈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飞速地拦着木华 是一大串的问题丢了过去 木华却是点点头 福博说过的 我天生就是阴阳眼 有什么可奇怪的 能看透一些小妖小鬼 是很正常的事 还有 你说的是黄泉纹和腰纹吧 这些我都懂 看看或者听听 就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一云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那刚才过去的红山绿柳 那礼节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还有 我看见那男的嘴唇动了 好像说些什么吧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也许那些对我们有所帮助 我也好决定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木华有些疑惑 他们朝我们行的礼节 叫尊卑礼 这是在腰界修为较低的腰 见到修为较高的腰 要行的礼节 那男的说的是 大人们 我们先去参加宴会了 而那女的什么也没说 只是有些紧张 据我的感觉 那只是单纯的紧张 而不是其他 陆海天突然问道 这今天是什么日子 莫名翻了翻白眼回道 今天是修历九月十二 啥日子也不是 不 修历九月十二是万腰节 每年到这个时候 所有的妖类都会在万腰谷 朝见万腰王 而万腰王在这一天 也会令属下们采摘其真异果 摆下盛宴 款待万腰 他们虽有等级之分 却没有种族之间 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现实的残酷 虽然他们也是强者为尊 但并不是弱肉强食 因为他们很是团结的 内部之间很少出现矛盾 稍微小心的矛盾 会由双方的长辈相互协商解决 单独的妖类 则是靠一些小规模的比试 来解决矛盾 默其许许开口道 看来他的学问和阅历并不差劲 陆海天有些皱眉 也就是说 我们是在万腰谷境内 或者这绝婚谷 本就是那传说中的 神秘而又充满凶险的 万腰谷 一云摇头 不 事实并非如此 据我所知 这绝婚谷并不是万腰谷 记得好像偶然在一本书上见到过 这绝婚谷 好像有一个万腰谷的入口 有一部分的妖类参加万腰圣会 就是要从这里进去 因为这里显有人经过 且地方隐秘 因此 为什么在这万腰圣会即将开始之时 修剑的修者们会云集于此 我曾沾过星象 近两年内这万腰谷没什么宝物出土 那时我还以为那宝物过于牛叉 甚至搅乱或者蒙蔽天机呢 现在看来怕是修剑的某个首领 不甘寂寞打妖剑的什么主意了 或者是想要得到妖剑的某件保护 莫名恍然大悟 难怪他一开始就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原来问题出现在这 眼睛咕噜噜地转了几圈 莫名推了推木滑说 乖徒儿啊 告诉我一时 为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 外腰谷入口的范围之内了 我总感觉这里气氛不太寻常 没有一点人气 木滑动了动鼻子 朝莫名点了点头 是啊 这里妖气弥漫 而且由我们此时所在地方向北走 妖气越来越浓 而方才那两个妖怪走的也是北方 因此我敢断定 北方有妖界的入口 只是我们要不要进去呢 莫名低头沉思了两久 扫过众人一眼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卷进去了 妖族和人族虽然千百年来 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两族之间的关系并不乐观 况且以我们几个的实力 放到两族之间 绝对会成为敏感人物 如此一来 我们该如何做呢 我并不喜欢杀生 更不惜打着为人类除害的幌子 去屠戮生命 为那些居心不良的邪恶修者 做跌脚石 去达成他们的愿望 进而挑起两族之间的战争 但是 我们又不能站到妖族那边 去反对人族和人族势力相对抗 因此我们便做个岸上观吧 或者是眼不见为静 直接朝反方向避开 这大是非之地 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莫名看了看自己的哥哥一眼 接过他的话头说道 而且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去做呢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再去浪费到其他事情上 因此我们还是早些避开为妙 免得世道临头脱不得身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怕是要沾上血腥了 我虽然不喜欢妖族 但这并不能成为 我向他们挥动荼刀的借口 陆海天神色凝重地说道 义云呢摇了摇头 无奈地叹口气 哎 我也不想卷入这场是非之战 但是有些事情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无论我们躲到哪 天涯或者是海角 长须短探好一会儿 义云才收拾情绪 扫了众人一眼道 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 那么我们便往回走吧 只是我要先提醒一下大家 有些事并不是你想避 就能避得开的 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却是在他这之前 碰上那红杉绿柳时 便已是掐指算过 无论他们现在做什么 到头来总是要碰上些大麻烦 当然了 这些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和众人提个醒罢了 多转转也好 说不定还没碰上那麻烦呢 已经找到那所谓的奇人异事了 反正不管如何 最后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 不如顺其自然地走一步算一步 当然有个小的计划更好 因此他很直接地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看了看手中的思南调整好方向 掉头往回走去 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他们走后没多久 他们刚才所站的位置上的森林里 忽然生起了一阵烟雾 接着两个人携手走了出来 不 准确来说是两只妖 男的朴实而充满魅力 女的窈窕而风韵饱满 两腰左右看了看 确定周围没什么人 那女子才悄声地说道 红山大哥 你说他们真的不会到大王那儿去打乱吗 那被称为红山大哥的男子不确定地摇摇头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们说了不想绞入其中 所以现在要避开 但另一个人说的避来躲去还是逃不开 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被绞入其中 但是我也不敢确定 因为期间会发生什么变化 谁也说不清楚 那柳妖轻点下头 但随即又撅起小嘴说道 那他们到底会不会去打乱呀 看样子 她还是没听到那男子话中的意思 无奈 那男子捏了捏柳妖的粉嫩脸蛋 粗糙的大手在柳妖的粉嫩脸上摩擦着 让柳妖略感疼痛的同时 心头微微一荡 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赶快告诉大王吧 让他来定夺 我们随时后命就可以了 那几个人的功力不弱 所以现在我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 红杉树精最终还是决定 先将情况汇报给万妖王 而后见机行事 比他自己和绿柳单独行动要安全得多 而且效果也好得多 因为和万妖王汇报后 如果真的需要将那几个人捉住的话 必然派大量的高手前去帮忙 而如果他现在贸然行动 肯定是不成功的 最轻的保住了小命跑回去 再被万妖王治个什么 有情报不报之类的罪 类似的情况他见了很多 因此是不得不小心一些 免得他自己到时候陪了夫人又折兵 他哭都没地方哭去 所以他很明智地选择了 先回去汇报情况 但是现在貌似他们走错一步 他既然知道对方的修为 远比他们自己要高 却还在这逗留 那岂不是 正在两腰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条透明的绳子 忽然是缠住了他们两个 拿绳子的所附属的莫大原力 将他们全身的腰力都压制住了 而且那绳子还见 他们全身都捆了起来 让他们两口的机会都没有 只愣愣地站在那儿 垂下眼帘 很是莫名其妙和惊慌失措地 瞅着突然冒出来 并捆住他们的绳子 那女人更是夸张地大叫起来 蛇 有蛇 更甚至吓得大声嚎啕起来 真是让人意外 一个妖怪竟会怕蛇 而那绳子连一点像蛇的地方都没有 一条不类似蛇的绳子 就把它吓成了这样 要是真的话 那还不直接激动地昏死过去啊 陆海天不好意思地朝众人笑笑说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那小姑娘这么怕蛇 只是因为这样最省力而已 莫名耸耸间无辜地笑了笑 好了 我们也不用管那么多了 先去看看偷听我们的说话这两个小鬼 问问他们 也许他们会知道些什么也说不定了 木华也学自己的师傅摆摆双手 原来女人的尖叫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听吗 众人是满头黑线 通通地给他一个后脑勺 加快脚铺 把他拉到了后面 赶着与他扯亲关系 木华四周瞅瞅 就是莫名一个人在那看着他 心下感动 快步走上前去抱住了莫名的胳膊 甜甜地叫了声师父 莫名很是受用地哼哼两声 接着揉揉额头看向木华 乖兔儿 你没有听过女人的尖叫吗 木华点点头 我以前只远远地看过几眼窑子里的脚 就被福伯拉走了 莫名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木华两腿之间 很无良地拍了拍木华的肩膀说道 乖兔儿放心就是 改天等你师傅有时间 带你去那青楼里耍耍 让你了解一下人体艺术 走在前面的三人听了他这话 差点一跌摔在地上 莫名更是心中的狂吼 我的天哪 我不认识他 我跟他不是亲兄弟 阳光映射下 依稀可见一云的嘴角在抽搐 陆海天脚步亮枪 真是太雷人了 木华未惊人事 但是也隐约知道那么一些 听了莫名的话 不由的是羞得面红耳赤 跺跺脚跑到了莫齐的身边 不再搭理自己的这个无良师傅 镜子跟着莫齐 朝着不断挣扎的两个妖怪走去 莫名摸了摸自己鼻子 而后若无其事的加快脚步 也是跟了上去 仿佛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并不是那个价格以后 不是那样的 偶然没发生过一样 在收集中的摸摸